看一下这条大骨渣的黑狗怎么样 这个狗是老白白拿来这里卖的 它说它的狗可以养到50斤左右 大家看一下 这条黑狗骨渣是很大 但是它的嘴巴好像有点尖 今天的狗是比较多的 再看一下其他有没有漂亮的 这个是刚刚拿过来的 网狗白脸 再看一下其他 这个老白白又叫我过去拿它的狗 这个金钱尾巴的 它说这个老白白说它的狗很听话的 叫它回这个龙子 它再会回 看看它回不回 它叫不回了 现在回去了 这个狗还是算听话的 这里有一拨类犬 这拨类犬 老板比较差 再算是另外的 一些可以拿到鞋上去买的 一般都是比较差劲的 如果漂亮的一般都是在农村 狗虽然很多 但是漂亮的还是很小 现在看着到农村去看一看啊 大家好 我是老的 今天在农村里面 遇到一个很沉重的中华田园犬 这沉重的中华田园犬 头版的比较漂亮 都是大骨炸的 它是金针尾巴的 但是没有主人在家里 所以现在再去另外的农村 再找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更漂亮的 这一拨就上去就过来拿 这一条就是老娘从农村里面拿到的 想要漂亮的小狗 就不要怕辛苦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上去再见了 拜拜 这里有一拨很漂亮的小狗 上一期来这里就没有主人在家里 现在有主人在家里了 这些小狗都是吃西饭的 什么料都没有 现在老娘就看上这条黑狗金针尾巴 这种小狗对主人是很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娘 小黑狗已经拿到家里了 但是 注意到大家知不知道 老娘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呢 就是因为这个小黑狗太松了 小黑狗就放在这个笼子里面 大家看一下 不要说先拿啊 你靠近一点 他都熬熬的叫 这种摇头摆尾的小狗呢 他就已经把你端主人了 但是这种就不一样 现在老娘尝试 啊 用这个羊皮手套 看能不能把它抹住啊 现在这个小狗 看看怎么样 来了 先把 大家羊皮手套的手放上去看上 真的会鸟人啊 看到没有 真的会鸟人啊 看到没有 很松啊 很松啊 这种眼睛啊 很松的狗啊 它很硬主人的 但是这种小狗一旦把你硬主人以后 它就很温慎 很忠诚的 哇 这个大伙太凶了 如果不用那个羊皮手套的话 肯定会给它鸟一口啊 谢谢这种小狗 你能暂时用这种办法 让它握几天啊 看看效果如何啊 好了 谢谢这视频 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大家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娘 好 这里有一波很漂亮的小狗啊 这个是 nearby 你的猴座 好了 这些 还有一个 马上了 这小狗才十多天了 重量已经有半四斤了 这两个小狗都是母的 但是只剩了两条 太好了 现在才十多天 现在再长大一点 我们再过来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娘 如果这些狗的身上有跳蚤 还有皮肤病 应该怎么处理呢 今天老娘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现在就先放一桶水 然后再倒一点药水下去 大家看一下 这种药其实在这个农师 农副所啊 买弄药的地方啊 都可以有的卖到的 如果养狗有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种是什么药啊 大家看一下 这种小狗就有皮肤病了啊 它额朵这里是烂了 还有这边也烂了 这种是刚刚开始的 这是第一条 现在开始帮它冲凉 其实这种会传染的 大家看一下 这些也是传染到了 所以一定要尽早处理啊 这条脚已经出来了 看到没有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梁 今天过来赶紫 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小狗 我这里有一条虎斑 斑稳斑得很很好 很漂亮 把它抱起来看一下 这条虎斑的重量大概是九斤左右吧 斑稳斑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狗有的太长了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到农村去找吧 哇 今天的太阳很大 看起来真的很热啊 如果要找到漂亮的小狗 就不要怕辛苦 前面这位朋友 他说家里有一条很漂亮的狗 现在我们跟着他过去看一下 这就是广东的农村 还有一些很古老的房子 还有一些很古老的房子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位朋友的家了 看看他有什么狗啊 哇 他家有很多狗啊 嗯 现在正确看看 看他有没有什么我们家的小狗 狗的主人说 这一窝小狗一共有七条的 现在就生沙最后最漂亮的那一条了 这一条 大家看一下 现定的葫芦头猫也多 刚才在那个斗市场没有找到漂亮的 现在在农村找到一条漂亮的 所以想要漂亮的小狗还是趁机到农村去找 好 现在就把它装好拿回来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梁 今天老梁到农村去找狗啊 啊 大家看到没有 前面那里有一条母狗 看看上了小狗没有 就在前面 左边啊 他现在跑过来了 看样子骨架是比较大的 呃 这条母狗应该上了小狗了 这条母狗要跑了 啊 我们跟着这个狗去看看他的家在哪里啊 我们农村的狗又不过去放太阳了 跟着这个母狗他可以找到他家在那里 现在过去看看 啊 现在把这个车放好 然后再问一下 看有没有主人在家里 现在已经 来到这条母狗的家里了 现在叫狗的主人把这些小狗抱出来 现在全部抱出来了 这条母狗一公分了六条 好 这些漂亮的小狗都是在农村里面找到的 如果在大街上 你根本看不到有这么漂亮的小狗 这窝小狗每一条都是斧头猫的大骨炸的 一条冬的两条母狗 终于找到一个漂亮的小狗 因为这些小狗现在还太小 再长多一段时间才可以出 现在就把这些小狗更换出去吧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峰 今天有一个山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它家乡有很多漂亮的狗 所以今天趁着过去看一下 在公路边这里就有一条黑蟹的 还是金城尾巴的 如果是五黑狗就更好了 这就是广东山区的农村 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狗 现在主人已经把这条黑蟹的狗叫回来了 这是一条五黑金城尾巴的小母狗 现在三个多月 重量大概是一十多斤吧 看完这条五黑金城尾巴的小母狗 现在就要去它的邻居那里探杀 还有几个小狗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另外一家了 前面有一条母狗 这是一条葫芦头 金城尾巴的母狗 现在已经生了小狗了 听狗的主人说呀 这条母狗生了小狗都是很漂亮的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它的小狗 看看到底漂不漂亮吧 前面几个都是养狗养了很多年的老师傅 现在都叫这些老师傅 帮这些小狗打打分 刚才大家看到这些小狗 就是现在这条母狗生了 看完这一窝 另外还有一窝 听说这一窝现在差不多有二十斤了 五红狗 还是金城尾巴的 股价是很大的 这种养大以后最少都可以养到五十斤左右 这里还有一窝刚刚出生的 下一次会有更多漂亮的小狗分享给大家 好了 谢谢今天的视频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